宋文帝刘义龙下令北伐 他排兵布阵的方法 因为朝中缺少梁将 所以并不高明 北魏的谋臣崔浩看出来了 他打不过黄河 无非是顾和自首而已 刘宋政权就没有能人了嘛 有一位青州刺史叫刘兴祖 他早给上了表彰 十万火急送到了宋文帝的眼前 他在表彰中说 应该进兵河北 那您就得堵塞太行山各个爱口 把北魏阻挡于山西之内 河北平定了 才可以进一步建立工业 这主意多好 可惜刘义龙比他父亲刘豫 在打仗上差多了 他没采纳这个优秀合理的建议 难怪当时北魏的那位皇帝拓跋涛 听到这一消息很轻蔑 说龟别小树何能围呀 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呀 这位北魏的太武帝拓跋涛 那是一代雄主啊 以前不是拓跋四吗 拓跋四已经命丧多时了 拓跋四要说是一个优秀的过渡君王不假 怎么那么早就死了呀 他跟他父亲拓跋龟一样 也吃那寒食散给吃的 过去那帝王为了长寿 为了壮阳 总瞎吃药 当时说是补药 今天看全毒药了 那些有毒的矿物质 用不了几年时间 就会让一个健壮的正常人 濒临于死亡的边缘呢 由于这猛药吃的太多了 所以北魏皇帝拓跋四一直是病魔缠身 加上北魏国天灾人祸不断 他经常向那崔浩崔先生问济 崔浩劝他 您身体不好 您就得赶快服力太子 让他锻炼锻炼 所以立皇长子拓跋涛为太子 以定国本 四百二十二年的时候 这拓跋涛以太子的身份监国 这会儿都干了十来年了 监国那会儿拓跋涛多大呀 刚十二 但是有志不在年高 北魏的太子监国 绝不像后来明清时代 那皇帝出征时候 简直就是摆设了 在当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 代理摄政 有大权的 他有一套自己的大臣班子 跟办事机构 所以经过这么一实干 拓跋涛发现 自己这个太子 聪明决断 见识深远 以崔浩为首的几个辅政大臣 又是忠厚贤良 他们能够支撑起魏国的大业 他心里边很高兴 这一高兴啊 他更玩命吃药了 就在这年秋天 南朝的宋武帝刘豫不是病死了吗 所以魏明元帝拓跋四 准备要攻伐宋国呀 崔浩曾经还拦阻呢 为什么 魏宋这两个国家 几年来是礼尚往来 能不打仗尽量别打 现在趁丧伐人 不仅理亏 而且没有胜算的把握呀 拓跋四 这回没听崔浩的意见 刘豫当年 趁着人家后勤的姚兴刚刚死 他不就出兵灭了人家的国家吗 现在我趁刘豫之死 兴兵攻伐宋国 理所当然呢 崔浩说陛下 姚兴死后 是他的儿子们互相争杀 才给了外人得逞之机呀 刘豫才有机会灭秦 现在刘豫随死 但国内军心民心未变 必死力抗拒呀 怎么拦都拦不住了 拓跋四不听大举伐送 先派首席大将带两万人渡黄河 自己又亲自带五万人 随后而行 你想这身子骨 行兵打仗那盯得住吗 而且在这次打仗过程中 拓跋四有点自大了 他不听崔浩的建议 崔浩告诉他 你先掠地 先看看 计划计划 然后再有重点的工程 拓跋四不听啊 是猛攻各个奸城 那工程很被动 卫军最终 只攻克下了古台 虎牢 几座重镇 伤亡可也很大 大伤元气 得不偿失啊 这位明元帝拓跋四本来身体不好 欲驾亲征这么一着急 一路颠簸 病情转重 在公元四百二十三年年底 拓跋四病死了 刚刚三十二岁 就在这一年 他的儿子拓跋涛继位 就是北魏的太武帝 这位太武帝 打小就表现出 与众不同的本领 他有志向 有雄心 有胆识 也有谋略 到后来匈奴赫连伯伯部落的大下国 就败在他手里 北烟北梁这些国家 都被他给收复了 他还亲率大军 攻打过柔然 使得柔然部落 西迁到了欧洲 后来成为 威震欧洲的阿尔瓦人 这是后话 暂且不表 先说宋文帝北伐吧 这头一次北伐 果不其然 没有张光了 人家北魏 早有准备大举反击 秋高马肥之际 北魏铁骑 不仅是 进夺黄河之南之地 而且还大举南进 一直杀到长江北岸 多悬呢 霍江就搬南京了 就在四百五十年 这年十二月 北魏王拓跋涛 亲自到达建康对面的 瓜布山上 命人 勒鼓助威 君鼓之声之 镇厅盖地 宋军全线溃退 建康城里的老百姓 把家都收拾好了 收拾什么呀 农袋的都装那挑 放那袋里 随时打算 核弹而逃 挑挑就跑 之前东西准备好 就看什么时候 这城池破了 你想 那民心得乱得什么样 多亏性命攸关之际 南朝有几位 血性男儿 保全了蓬城 须雨等重镇 兼壁清野 就在那耗着 一直耗到雨季来临 这北方人受不了 北魏人马受不了雨季折磨 人家撤退了 刘宋王朝付出是巨大的代价 通过这一次北伐 元家之治的兴盛局面 开始衰败 宋门帝的两次北伐 全都失败了 本身这国力就不如先前了 家里边又出乱子了 家里怎么出乱子了 就在那太子给折腾的 太子叫刘少 历史上对这位刘少 有一个专有的称呼 称为元凶少 怎么回事啊 这刘少自叫修远 他是宋门帝刘一龙的长子 是皇后生的 出生三天的时候 文帝去看一看 这儿子怎么样啊 本来啊 这头上的帽子 系得挺牢靠的 可是往这刘少 跟前这么一站 也没刮风 叭哒 自己这帽子掉了 那人都迷信了 当时宋门帝很不高兴 他觉得 这孩子不吉利 敢等到刘少长大了 史书记载这是个标准美男子 美须美 大眼方口 身高七尺四寸啊 刘少的姐姐东阳公主 手下有一个侍女 叫王英武 刘少跟姐姐东阳公主 关系不错 这个侍女王英武 认识一个 会表演魔术的女巫 当时不以为魔术 以为是仙法呢 这女巫 很讨这公主的喜欢 因为这姐俩不错 所以呢 经常一块观看表演 当时以为是观看 仙人的仙法 这女巫 一举手 一道神光 就奔了衣柜了 把那柜子打开 从里边能找出两颗 大个的夜明珠来 实际这不是戏法吗 这姐弟二人当真了 认为这巫婆有奇功异数啊 就在这会儿呢 另一位兄弟叫刘俊 刘俊被封为史兴王 刘俊跟太子刘少 不是一个妈生的 但是呢 跟刘少关系可不错 他们昼夜求神 姐弟三人 都盼着父亲 这宋文帝刘一龙啊 赶快死了 怎么呢 好让太子快继位啊 那玩得不更惨快了吗 他们就把那雕刻文帝的玉像 都准备好了 准备干嘛呀 把它埋在韩章殿前 这就是巫谷啊 诅咒宋文帝 你赶快死 这姐姐带着俩兄弟 还有那神婆巫婆 一块祷告 东阳公主 手下有一个仆人叫陈天兴 这男仆人陈天兴 跟这女仆人 王英武 两个人关系暧昧 东阳公主知道吗 宠爱他们俩也就没管 事后不久 东阳公主病死了 按照规定 所有的侍女 都应该嫁人了 这王英武 想的比较远 他担心呢 我跟陈天兴私通 这事儿 一旦要泄露出去 那不就麻烦了吗 他写了封信 给太子 请太子刘绍 杀掉这陈天兴 刘绍一看 那巫婆是王英武 给介绍的 他不敢得罪王英武啊 找茬吧 陈天兴就杀了 陈天兴被杀之后 吓坏了一个小太监 这小太监 跟着他们一块 参与这巫谷之术了 小太监多想了 心想是不是 知道这件事儿 都得杀呀 陈天兴被杀了 快来该宰我了吧 我呀 告发吧 小太监找着宋文帝 把这东阳公主 太子刘绍 还有那位史兴王刘俊 把他们仨人都告了 他们曾经一块 诅咒过您哪 宋文帝刘一龙 听完半天没吭声啊 他是伤心 又有点惊讶 查查吧 到王英武家里边一找 真找到这刘绍了 刘绍刘俊这哥两个 还有那巫婆 正在那忙活 要举行法事呢 再搜搜吧 他们有书信往来 这都是罪证啊 铁证如山 就全抓起来了 史兴王刘俊 这位小王爷 狠得他养母的喜爱 养母是谁啊 就是现在宋文帝最宠爱的潘淑妃 潘淑妃对这刘俊 简直溺爱的都过分了 要没他这么宠着 小王爷也不敢这么大胆 去干这种祸事啊 刘绍的生母 那位皇后呢 皇后早被气死了 潘淑妃受宠 皇后被冷落 早已气死多年了 最初啊 太子刘绍 最恨的就是俩人 一个是潘淑妃 一个是刘俊 他那小兄弟 可是这刘俊呢 很聪明 他怕太子记恨自己 将来要是登基了 杀我怎么办呢 所以私下这哥俩 他就没事 就拍这刘绍的马屁 虚翼凤迎 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这刘绍本身 就是一顽固子弟啊 哎 觉得一块玩 要没这小兄弟跟着 倒没劲了 一来二去 俩人倒成了 默逆之交了 原先那仇 刘绍也忘了 现在俩人都傻了 父亲知道 惹了这么大的祸 将来怎么办呢 都没准主意了 宋文帝先把刘俊 找到跟前 严加责问 这要不是皇帝 宋文帝真想 抬起手来 给他来俩大巴掌 这不能打这孩子 有失身份 怎么问这刘俊 都不吭声 你们办办这事 是不是 进行巫骨之术啊 刘俊光那哭 跪在地上 一个劲磕头谢罪啊 宋文帝真想把他就杀了 想想潘淑妃 最疼爱的就这孩子 虽然不是亲生的吧 比亲生的还宠呢 哎 你听后发落吧 把刘俊打发走了 回过头来 他跟这潘淑妃 诉苦啊 你养的好儿子 潘淑妃也吓坏了 跪地上一劲 替这刘俊求情 孩子小不懂事 可能当游戏呢 同言无忌吗 背地里把刘俊找来了 搂在怀里 娘俩是对着哭啊 这傻儿子 你怎么能诅咒陛下呀 现在这事儿败漏了 你还不自行改毁 啊 主动认错不就得了吗 刘俊哭得更惨 娘我都认错了 这皇妇都不吭声啊 哎呀 你给我来点毒药吧 让为娘喝了 我不忍心看着你 身败而死的那天 这潘淑妃啊 作为一个辅导人家 她说这话是蛮怨 这刘俊当真了 哭着哭着不哭了 你让我想想 挣脱怀抱 刘俊走了 心里边恶狠狠的 自言自语啊 天下事情不久 就会水了石出 我绝不会连累你的 跟谁说呀 她好像跟自己讲 也是跟她娘说这么一句 当天晚上 刘俊 就找刘绍去了 这会儿呢 宋文帝 跟手下的大臣 也在商量 太子不能要了 你都诅咒皇帝死 我能让你再继位吗 那么这刘俊呢 虽然年纪小 也应该赐死啊 要不然其他皇子 都跟他们学怎么办呢 可是这么大的事情 是他自己的亲儿子 宋文帝有点下不了决心 聊了半宿 该歇着了 他回去 跟潘淑菲 又发了一通牢骚 潘淑菲不知道怎么回事 什么事 陛下发这么大火呀 现在这两个孩子 我都得杀了呀 您说 这宋文帝英明一世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能跟这宠菲讲呢 他拿这大事 国家的重要决策 当了敲敲话了 潘淑菲听完之后 心里边跟刀扎一样 咱们说过 这潘菲夫人爱子心切啊 她安慰安慰宋文帝 假装上厕所 她跑出来了 连忙派人去通知刘骏 这刘骏一听 啊 真要杀我呀 那我得赶快呀 他跟刘少 就马上商量行动 刘少比他大几岁 这可不能耽误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啊 兄弟 咱们得连夜起兵啊 刘少是太子 带领着人马 自己都穿上甲胄 准备好了 坐着车 就奔了皇宫了 本来呀 按照皇宫规矩 太子的卫队 是不能进宫门的 可这刘少 这脾气 大伙都知道 这太子 他是皇帝的儿子 多新鲜呢 他说杀人就杀人 皇上喜欢他 那咱就得顺着他吧 太子有什么事啊 陛下急诏入宫 哦 你爹找你呀 大伙一看 那甭拦着进去吧 带着卫队 太子爷就闯进来 刘少的心腹 有一个叫张超之的 张超之 早就得到密令了 太子一学眼色 他就知道该行动了 带着几十个人 冲入进城啊 扒刀 直奔 上河殿 文帝跟潘飞 说完这件事之后 翻来覆起 睡不着觉 拿不定主意 还得商量 一道旨意 把那几个大臣 又找来了 今天晚上 务必要定下来 这太子到底 废不废 这刚把蜡烛点上 还没聊多长时间呢 就见 宫中值班的卫兵 神色慌郎 陛下 外面脚步声嘈杂 文帝一路谁来了 再多一抬头 就看见这张超之 这不是太子手下的卫兵队长吗 他来干嘛 提着个刀 跟胸身附体一样 登登登登登 就冲上殿来 宋文帝下意识地 把那龙墩举下来 举起龙墩 就防这刀 当一刀 就跺在龙墩上 张超之 眼快刀快 宋文帝 毫无提防 咔嚓一下 五个指头都给剁断了 一只手残起来 当一下 龙墩就掉地上 宋文帝惨叫一声 翻身倒地 张超之 连着好几刀 当场把宋文帝 叫给侍了 侍君呢 宋文帝 这一年是四十七岁 刘少派人杀宋文帝 左右的亲信 数十人 那几个大臣 他也没留着 然后又闯进宫中 把潘淑菲给杀了 而且 这太子狠狠呢 当年不记恨这潘淑菲 夺得父宠 气死母亲吗 所以他派人 把潘淑菲给解剖了 剖开其父 问看看 心长在哪啊 剖妇那位回来 禀报说 潘菲心邪 长得歪了 还有点发黑呢 这太子才满意 刘少杀了潘菲 刘俊呢 带人接应啊 黄兄怎么样 刘少告他 都办妥了 而且潘菲 也被乱兵所杀 他没说自己杀的 说完这话 刘少俩眼紧盯着刘俊 心想我把你娘杀了 看你什么反应 刘俊一愣 他没想到 太子连他母亲都被放过 但是他反应很快 啊 啊 好啊 这个结果正是 小弟所希望见到的 刘少一看 他没敢出言不逊 啊 看来跟我是一伙的 两个人是相安无事啊 就这样 刘少继皇帝位 改元太初 为了不留祸患 这刘少登基之后 杀了很多宗氏王 凡是能跟他 争位的兄弟杀差不离了 宋门帝的第三个儿子 武陵王也叫刘俊 同音不同字 这个三子武陵王一听 朝中兄长弑父啊 他骑兵 叛反 有大臣沈庆之 柳元景 藏志 还有南侨王刘一轩 纷纷拥护 不能听任建康城里 这么混乱的 率众讨伐这刘少 一路之上 周府纷纷归顺 刘少一看 怎么都不听我的呀 多新鲜 师父登基 能有人缘吗 下令 建康城六个门 都给我关上 咱们好好守城啊 可是城中的大将 城中的士兵 尽卫军 都烦透这位皇帝了 你不把城门关上了吗 我们拿城子 把自己系着 坠城而下 我们投降啊 有皇叔 刘一公 趁乱也跑出城外 刘少恨透了 关键时刻 我亲叔叔也不管我 你走了 你儿子不还在家呢吗 查查 皇叔几个儿子啊 一查呀 刘一公 一共有十二个儿子 全都给我斩了 就在闹事中 他把他皇叔的十二儿子 全杀了 由府国将军朱修之 率领人马攻入城内 建康城被攻破了 刘少带着他的卫队 躲进那兵器库里了 那能躲得住吗 建康城才多大呀 一搜就搜着了 连那个杀宋文帝的张超之 全都给抓着了 这刘少 瞥着脸还问呢 问那大将张志 能不能饶我一条活命啊 把我流放到偏远所在 让我活着就行了 张志一听 说主上尽在城外啊 就指那三皇子刘郡 能不能活 你得问你三弟啊 到时自有处分 命人把这皇帝刘少 捆在马上 押到建康城外 就当着他的面 先把刘少的四个儿子 都抓来 这刘少 宰他皇叔的儿子 一口气杀十二个 他这三弟也对得起他呀 刘少的四个孩子 正是年幼之时啊 哭哭啼啼的 看着这几个 漂漂亮亮的孩子 行将就路 刘少这会儿 刘少这会儿也掉了眼泪了 杀别人的证 你咋没想啊 四个无辜的幼子 被人砍下头颅 自此开始 刘宋家族内部的 自将残杀 刚刚拉开了 序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